5月21日 四川宜兵下起了暴雨 这给近日的炎热天气带来了一丝清凉 而宜兵学院的男同学们在雨中错起了澡 孩子带着洗发水沐浴露 看了一下评论区 好像移民学院的寝室没有装空调 5月19日 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离婚考卷正式登场 60分以上初步表明有挽回余地 60分以下初步认定婚姻关系快要破碎 这份离婚考卷可以自愿作答 没有强制要求 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试卷 可能大家现在还用抹上 但是可以试的简单回答一下 视频拍摄于5月21日 在湖北武汉工商学院 一食堂推出了机器人餐厅 菜都是潮菜机器人炒出来的 目前潮菜机器人的菜谱上有70多种菜 将配好的菜放入潮菜机器人 确认菜谱之后就会开始工作 炒菜过程需要大约3到4分钟 我想说的是这样炒出来的菜是没有 这菜真香好吃 今日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结婚对象 70%的青年会选择继续等待 找到理想的人才结婚 其中选择继续等待的女性青年 要比男性多 在青年恋爱观里 七成以上的男性青年愿意主动 三成多的女性青年愿意主动 男女青年更关注健康能力 而学历、家庭背景、收入等关注度 普遍较低 交际圈小、工作忙、不主动 是青年诞生的三大原因 两名男子谢某、徐某 两人辗转江苏 安徽境内近50个县市 在100多个超市专门偷口香糖 特别喜欢用手机导航去寻找 乡镇小超市 专挑体积较小 价格价高 上面没有四条的口香糖 因为这样不容易被超市发现 偷出货由张某进行嚣张操作 虽然每次只偷两三盒 但是累积起来 四案金额高达13万元 目前三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逮捕 近日 辽宁大连旅顺小黑石附近 海域频繁出现荧光海景观 据悉 这些荧光海是由发光浮游生物形成 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发光现象 当受到外界压力刺激时 这种生物体内会发生化学反应 随着将化学轮转化为光轮释放 这个时候不得不说说多读书的好处了 除了说好看之外 还能说说其他的 大家记得要多读书 这是日本一位网友用蒲公英做的小鸡 绘 爪 尾巴用的是辣梅的干花 翅膀用的是芹菜花 眼睛是山椒的种子 祝君 到了中午的提升性脑环节 纵容着喜欢的 讨厌的 沉溺的 眼圈的 一个个慢慢黯淡 纵容着人情的 随意的 放肆的 轻易的 讲 学校删了空调两年 如今现在空调用都没用 热死人了 空调用来当白色的吧 我们每个寝室都有个挂机空调 就是没遥控器 空调出现的频率很高 夏天来了 明天就要去谋索时讯了 以后就不能天天来吃吃土豆了 希望土豆每天都要按时吃中饭 不知道该说什么 记得吃中饭